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学习这个字我相信在它的行业里头会经常出现 因为呢我身边太多做这行的朋友了 因为这行的朋友呢经常会跟我说 来啦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确实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行业有很大的误会 尤其是那些很久没有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突然打给你 你就有怀疑这可能就是他的目的了 但是今天不用了 今天是我们亲自把他请上来的 在这一行他是赫赫有名的讲师 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李老师理学生 谢谢谢谢 哈喽 李老师好 谢谢你 实话说李老师可是我们第一位请来的 就是从事直销行业的名人 哇 你知道 太用心了 因为这个行业呢很常让人家产生误会 我刚才讲的那个开场白老师应该经常都会体验 对 对 就是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讲说 你该不会是做保险或行销了吧 或直销了 对对对 这样久没有店面吼 一定是有目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老师也常经历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 那你的感想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讲吧 因为以前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工程师 做工程师的时候是蛮排斥自销的 所以你这种感觉是我之前是人家打电话给我 我的反应是这样的 但是老师做工程师的时间很短对不对 差不多是有1994到1998 四年 对因为我看知道说好像就是四年 但是之后在直销行业现在二十几年了 二十年 对啊你说你看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感想 和现在做这个行业做不久以后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我做对的决定当时是因为我接触直销的时候呢 是通过朋友 那么他就邀请了我去一场的激励的营 所谓的激励营Camp 三天两夜 有勇气呢第一次接触就是营了 因为我是觉得我不是要去营 因为他是去Pollickson嘛 所以我就觉得是去海边走走 他的营他上他的我就去海边走走 那时候我一上了之后我就发现到 这什么有这样多的家庭主妇 做这门生意 然后他们又这样成功 二十几年前应该都是家庭主妇做比较多 对那我就觉得奇怪 我读书读的这样多 赚了钱又比家庭主妇多 这有点不甘心 有点对我读书的那个想法有点出入 我们一直以为读书读多 尤其是工程师 对 老师是土木工程师 现在弥足珍贵的一个行业 然后我就觉得做什么我一个工程师 驾着一辆Proton Saga 然后这个家庭主妇驾着一个Honda Econ 一种冲击 读书读了这样多年做什么 怎么他可以驾这辆车 不是我爸爸告诉我读书读多多可以很成功的吗 而且现在这个年代更夸张 对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应该是 不只是阿姨们 就是任何年轻人也可能开这名车 对所以也就是一种冲击嘛 就觉得好吧 反正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 试试一下也没有所谓的损失吧 最多做不起来回去做工程师 对不对 最好的后盾 就去做吧 那一做不得了 一做下去 发现到在兼职的时候得到的回报 是多过我打工的回报 我想这样就好的去做一下 做它一年两年看可能是不同的情节 诶我这样问好了 老师那个在在执教行业当中 我们常会听到说 你什么时候会赚到你第一桶金 对 那所谓的第一桶金大概是指多少的数额 那一般上我们的我们的想讲的第一桶金 在书籍也好在访问 很多人的定义一桶金就是第一个百万 哦 第一个百万 对 我这辈子都赚不了耶 还没有 是什么数啊 还没有完还没有完 这辈子还有一时间 一百万 OK好 所以在执教里面第一桶金指第一个百万 对 这种是一种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在思想上的想法 第一桶金就是第一个百万 就是经验法则 对 那老师什么 多久 花多久 赚到第一桶金 我在之前的公司呢 再用两年就赚到第一桶 真的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 投入在直销行业的原因 不过大家不用急 不要急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时间跟老师好好聊 如果你想要进直销的话呢 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你对直销有误解的话 记得守住我们这个小时节目 来请老师继续说 好 但是你这个问题 人家打电话给人家 人家会怕人家想你 对 对 我第一次要业的时候 的确遇到这个 心理上的障碍 就是打电话给人家 你打之前就有障碍了 对 之前有障碍 人家一定这样想我嘛 因为之前是我这样拒绝人家的 对不对 那么 好吧 试吧 无所谓 这个可能是想 不管他 就不识百不识 不识了 好啊你还找 好 但是人家可能心里愿意知道你要找 可能有些事情 就去那边就当我 闲了 就当 就不管你这样想我 就是 直接就告诉你 我都来了 我都来了 你真的是不喜欢不要也是好啊 无所谓 这个只是一个分享嘛 讲完了之后你要不要 It's ok 所以电话里面你是没有讲的 没有 电话里面我们 这是pepper 大家学一样 电话里面我们不讲的 因为 其实很多时候你夜朋友出来喝茶 你吃饭你会讲 诶你吃饭 我们夜你吃饭 等一下我要可以谈一下什么东西 很少这样就是吃饭 如果有心情会讲 有心情会讲 对对对 所以就夜了吃饭之后 我是觉得我讲了之后 你要 这个是你的权利 不要也无所谓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大家说 见到人就 一定要 将眼来到见你 压力 这个是压力 大家都有压力了 对不对 因为我想很多时候 就是 保险业或者是职校业 很多时候让别人不喜欢的原因 是因为很hush 就是 这个你太强力去强迫别人去接受一种 他可能没有接受过的观念 然后突然间一讲了之后 哇 然后一直压迫人家 压迫感太重了 然后反而让人家会反感 在我带领的团队里面 我都一直的组织里面 我都有强调这一件东西就是 你带多的是个分享的心情 跟人分享 就不要 不要一定觉得那个人是 要逼那个人买东西 因为你分享东西 你未必是那个人会买 对不对 那么 基本上人家给你机会 你去分享 你就分享 那么到最后 那个人要不要 是他的权利 不需要逼 要觉得逼不来的 有些东西是 他觉得好他就买了 对 好像有经文 你今天比如说看到 有好看的戏 哦 Star Wars 来了 很好看 所以你会介绍 叶文来了 很好看 去看 我都不喜欢看武装戏的 对对对 你叫我去看 但是可能要切 武装戏不是我的 你会怎样反应 可以了 你不喜欢看也爽了吧 我是这样 我看的感觉了吧 是 对不对 这个比喻还蛮好的 就是我自己其实还 因为想说很年轻的时候 就无数的就是 直教行业的朋友 在向我招手 那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 搞口才的啊 然后搞辩论的啊 搞演讲训练的 就很容易被人家招手 但是我自己还蛮抗拒的 那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 嗯 因为 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某种观念 观测在我的身上 对 那我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种想 老师刚才那个分享 的 的举例 其实还蛮特别的 就是 你就当是你用了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 或者是你看了一部很好的电影 对 或者听的是很好听的歌 对 根本有分享 那就是分享的心情 对 你朋友不要也无所谓啊 对不对 就心中不要有期望值 觉得说 我必须得拿回什么 对 对吧 对 OK OK 所以这个好像是 第一个塞进你钱包里面的 红包啊 老师塞了第一个红包了 OK好 那老师你那个时候 很明显就因为 觉得阿姨赚的钱比她多 她不甘心 好 对对对对 结果她就转头这个行业了 结果你做了之后 你有真的觉得这个行业 如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那 当我进了这个行业之后 我就发现到 其中这个行业里面的美妙之处 不只是赚钱 欸 它包含了 你要去改造人 嗯 因为 有效益的成分 很很强 其实很强 OK 在直销的这个行业里面 教育是很强 而且改变人的心 心胸要很宽 就是 进来我们组织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人 18岁到90岁 100岁的人都有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教育背景 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所以每个人进来的那个想法都不一样 嗯 那么我们要再 栽培一个人 成为一个领导者 一个领袖的时候 这个过程是一个 嗯 素人的过程 对 是需要时间 嗯 我们要这种 要这种心胸 因为一般上 假如你在直销的 这个行业 你是觉得 哦 我要快点赚到钱 我不管 那么你就不在 你不在 在乎 在乎 这个人有没有成长 嗯 你在乎的是他的银行有没有成长 嗯 你在乎他的银行有成长 有时候这个人没有成长 他银行是不会成长的 而且你在乎那个人银行有没有成长 是因为你在乎 他 他没有成长 你的银行就没成长 对 这个是 这个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没有成长 他那肯银行会成长的 是 对不对 对 他银行没成长你就没成长 对 这个人的思维也要成长啊 相对的成长 那么他思维相对成长的时候 他才可以 带更多的人嘛 他带更多的时候 代表组织会越大嘛 组织越大 业绩才会越大嘛 组织越大 当然 就收入就会跟着相对的提升嘛 这样听起来就 那个原则好像跟刚才的都差不多 就是 做某件事的时候 尤其在职销行业里头 好像 不要带有任何的期待 对 对吧 你先期待有结果 然后你发现你做来做去 做不到那个结果的话 你反而整个人会很 我跟你讲 期待是这样 你的期待在 放在那里的期待 有期待 他期待不是在钱财方面的期待 啊 钱财当然是你要做职销 哦这样做职销是做慈善吗 也不是 但是 也有 钱是其中一个回馈你的 努力的一个 的象征 听起来他反而比较像附属 你做好育人的这件事情 育人很重要 然后后面的那个东西就自然而来 所以你育人的时候你就有那个心情 一开始 这个是这个人真的很有心啊 这个人心态很好啊 态度很好啊 他真的是 想在这个行业里面 改变了命运啊 嗯 那么你就要好吧 就要跟他一起成长 对 因为他有情绪 他也有各方面的不足 嗯 对不对 假如是他各方面都足的话 他早就已经成功了 他就不需要跟你了 对不对 是 他就是还不够成功 嗯 他就是找不到更好的平台 或者一个更好的机会 所以他来这边 所以你要好好地去 呃提升啊 当然 提升的速度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 对不对 这就叫你天分了 呃 天分 有些人可能就是 呃 就像我们常说的 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你会 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朋友 呃 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 特别的投入 嗯 然后你就说 跟这些朋友吃饭 特别的享受 对 然后自己食饭也会大开 对 所以我想呃 这些行业也差不多 对 对吧 就是呃 如果你让这个人 学会了呃 他分享的时候 你觉得你很想听 对 然后吃饭也会觉得 嗯 好像很棒的感觉 然后就想尝试一下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呃 可能有很多人常误会说 呃 一些啦 因为我相信每个行业都有老鼠屎 对吧 就是可能这个行业里头 有些就是急着要赚钱的人 对 然后就用很很压迫性的方法 然后让很多人 开始对这个行业有拒绝 对 因为我身边说保险 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哦 对 所以就今天就是 让我们纠正观念的时候了 对 哎呀 然后这是很想问 哎 从老师嘴巴里面讲 特别有说服力 好 那就是老师认为 世人对直销最大的误解是 好 最大的误解就是因为 呃 他是老 很多人是以为 他就是猎人头 老鼠会是不是叫 老鼠会就是找人家做 找人家做哪 做会的那种 进会呢 所以抽佣金 OKOK 很多人是觉得 呃直销 呃东西很便宜啊 所以哦 可以赚这样多钱 这些都是误解 哦 都是误解 那么呃 呃 我问你 你喝一瓶的可乐 嗯 呃 那一罐的可乐 本钱多少 呃可能是五角钱 五毛钱 一块钱比如说 但是这个可乐 在一个五星期的酒店喝 和在一个妈妈当喝 和 差太远了 差太远了 那么你也没有看过那个利润这样高 为什么 诶 这什么你那边这样高 都是一样的一罐水 对不对 很多时候很多时候 其实外面你吃东西 其实利润更加高 你都不知道 是 但是在直销里面东西没有贵 因为每个人买东西都是一样的价钱 我不管你是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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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顾客 你买的只是一个价钱而已 嗯 对不对 它没有不同的价钱 OK 对 所以直销很多时候给人这个误解是错的 反正是直销东西是比较有素质的 因为 在马来西亚的产品呢 你要经过马来西亚卫生部 要好贸销部的批准 所以产品不好的话 根本都经过不了这两个部门的批准 首先合法程序上面就已经确认了 产品是肯定是要有素质 素质的 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那个直销公司最重要是 它必须是马来西亚的政府承认的 要拿到直销的制造 那么这个就算是 听说好像这个直销现在都已经不再发了 对不对 因为它有在发 现在还在发 还在发 还在发 只是它的过程会比较久 因为它的过程比较长 审核的过程 这样听起来很好 因为审核过程长的话 代表说我国政府对这个行业还蛮严谨的 其实马来西亚直销在全世界来讲 全世界这个事实 全世界的直销 马来西亚是排全世界十大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马来西亚十大的行业 这样叫做行业里面 直销在全世界有的排十大的 十大里面还有美国啊 德国啊 日本啊 韩国啊 中国 马来西亚是第八 马来西亚其实是 马来西亚是全世界排十大的 国家在直销业 一说在马来西亚的直销业 基本上是已经有了那个准神去跟的 我们有直销法令 哦我们有直销法令 哇你们惊讶 所以直销法令很重要的 因为直销法令里面有讲到你要跟 你不跟的话你根本是 违法 你的制造会被取消 所以马来西亚的直销法令 是蛮严格的 有些国家是没有直销法令的 比如说你去香港是没有直销法令的 你去新加坡也没有真正有一个明文规定的 就是哪怕如果有些人通过直销的方法来骗钱的话 他们国家可能也抓不了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相对的法令 但是马来西亚有 我们有直销法令 对 所以你接触直销的时候 第一个东西你要问 这个公司有没有拿到直销法 有没有拿到直销制造 直销制造 直销制造没有拿到的话 第一个东西你就要 赶紧跑人啦 还不跑干嘛 对 很多时候人家对直销错误的感觉 就是因为直销本身是好的 但是做的人可能就 就是用了不同的方法 不过当然也因为这个行业可能有某一些的魔力 会让某些人容易走歪 相信很多你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这个行业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深入的这个资讯的话 千万不要走开了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爆料 回来节目现场了 你看到李老师还在现场 那个想要从事直销行业 或者对直销行业有误会的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了解 刚才其实第一段我觉得那个核心 大概就是有很多人常常常以为说 就直销都在骗钱的 骗一大堆 像老鼠会这样找一大堆人进来了 不懂干嘛 但是错了各位 马来西亚有直销法令 而且呢 刚才有谈到说 整个直销的组织的所有的产品 必须要经过国家的貓销部啊 或者是卫生部啊这类的 检验等等的 所以听起来相当严谨 但是我相信你心中有同一个问号 那就是老师请问直销怎么赚钱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呃 对啊 因为你看你说刚刚大家买的价钱都一样 那我也来你的店买东西 那你就纯粹卖了一个货物给我 那为什么他会特别赚钱 那直销赚钱的地方是因为我们 就是跑倍增市场 对 倍增市场就是说 呃 他在倍增你的时间 嗯 重点是在倍增时间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工作的时间 只是不睡不吃 呃 不冲凉 是24个小时 是 对不对 我们一个人最多有24个小时 但是今天只要通过直销网络行销来做 我一个人找了三个人 三个人在找三个人 或者我一个人找五个人 五个人在找五个人 那么到五个都变25个 是 所以我的时间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时间 啊 你明白了意思吗 ok ok 对不对 哇可以这样算吗 太厉害了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跟连锁生意有关系啊 是是是 其实我们是一样跟连锁生意 Franchise一样的 一样的原字 只是我们是用人来连锁 是 我理解 就好像现在的你看到的 O-Town也好 你看到Papa Rich也好 你看到一些连锁的咖啡店好 这个什么连锁会 为什么要开连锁 因为连锁好像McDonald McDonald是第一个 第一个我每次用来做做做做做做 比例子的 嗯 今天你去吃 呃这个 这个 这个 Mc Donald的 Big Mac 嗯 Big Mac 你没Big Mac 可能是6块钱 我没有去吃Big Mac 我不知道要吃6块钱 我猜是6块钱 老师你不吃快餐了 快餐太低了 我吃素啊 啊真的啊 所以6块钱 那么你说他本钱多少 可能是个3块钱好不好 嗯 那么 Big Mac是3块钱 那么一天进去一个Mc Donald吃Big Mac的人 会不会超过100个人 肯定会 就300 300 300块 整个马来西亚会有超过30间的Mc Donald吗 不止啊 不止啊 对不对 300x300就是差不多是90千了 啊OK 对不对 那么你在乘 呃 这个是成本嘛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利润 哦 因为你说如果6块钱的话3块3块 对啊 虽然就是倍增的时间之下 是 啊 然后你不要忘记 他是做24个小时 对 这样我是算做12个小时 了解 所以我其实自销的魅力在那里 就是在做倍增 是倍增的事 而且是所有东西都倍增 对时间最主要是时间 OK 因为我和我们 为什么我们在之下 每次讲哦 你做了一段时间过后 你会得到非凡自由 呃 个人自由 时间自由 最重要是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走先 对 然后后面全都自由了 对对 他的财务自由是第一个给看到东西 是 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其他的 的成长 因为人呢最基本的 呃都是 没有钱很多东西解决不到吧 是 对 再来往更高的去去追求 钱解决到的就不是问题 对 那大概刚才老师的意思呢 我想将 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 我那个状况有点像是 如果你现在只有一间 呃 比如说一间 old town 嗯 那就在你家 那就你如果你是这间 old town 的老板 那你就只能够一天 哪怕你二十四小时不关门 不打烊 就你只能做二十小时的 的这个生意 对对吧 但是如果它 franchise 就是所谓的连锁式的 这样传出去的话 那同一个时间哦 所有连锁店一起开 就是你明明只开一间 但是突然间有时间在做生意 对 听懂意思吗 我相信这个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哇 所以就是一个被证式的 就呃 常常我们嘴巴讲说 职效就是靠别人帮你赚钱 就是 那其实意思不太对 不对啊 其实是每个人都在靠 呃 对方的时间同时赚钱 对 啊 就所谓的 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叫 字眼整合啊 对对对对 其实跟字眼整合 字眼整合是最近讲的 的一个字眼 一个词 其实之前很多人 五十年前六十年前 都已经开始 但是 你假如是懂得做呃 直销的话 你其实在备证你的时间 对 不只是你 你的朋友在备证的时间 还有人脉 人脉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切都都是呃 让整个 行业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的原因 对 但是那老师我想问啊 因为身边我很多 做这些行业的朋友 好像做了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可能像老师说的 前面冲了 然后呃维持到一定的的水平之后 然后后面就好像开始呃会 会揽下来 会不会也是这个这个行业的其中一个呃 一个多性的养成 呃这个不是行业 这个是人的多性 啊哈哈哈 所以这个行业本来没有这个多性的 不是 在这个行业会不会也会有这个魔力吧 呃那么就要看你跟的呃你的导师 啊 你的导师很重要 你的导师和你的公司的那个文化很重要 啊 啊一个人会持续的去做一个事情是因为有这情 啊 这层passion 对passion 他passion的话他会继续做 嗯 像李嘉诚现在90岁都没有退下来 哎 所以是想退下来 但其实他没有退 对 这是一种不是因为钱 是一种热情 是 他喜欢他做的东西 我和首相也是 对 你讲的对 是一种热情嘛 所以他跟他是比较个人的 就是人的事情 嗯嗯 所以一个人会揽下来是因为他觉得 啊 我赚够了 或者是 啊 有些人就啊我赚够了 赚够了之后他就停下来 他忘记了 呃 你当了你当你这个生意 就是做过了就可以停下来 这样 就是你自己选择停下脚步了 对 所以你自己选择 你没有在做被 没有在继续把组织 扩大 但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行业 就像如果老师说的 呃我一开始可以备证时间 备证资源 然后备证很多事情 然后前来的相对容易 所以才导致人会产生这种惑性 所以呢 在那个公司里面 在一个公司下公司 好的公司 嗯 要有好的导师 好的 好的领袖 教育 还有好的文化 啊 在那个环境之下 呃呃呃 呃什么是叫做 这个情况之下被感染了 改变了一个人的想法 嗯 就每个人耳濡木软的 然后就感受到 这是一个积极的家庭 对他就喜欢上了这个生意 啊 喜欢了这个他的事业 他就继续去 他就继续去耕耘 他就会继续去做 他就不会懒下来 OK 对 这个是一种改变 需要一个环境 人是需要环境来改变 是 而且也因为呃 这样听起来就是 如果您一开始不把这个行业当成是赚钱的工具 而是你真的爱 爱了这个家庭 就大家一家人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也喜欢了这种呃里头的呃企业文化 对 Copro Culture本来就很蛮重要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喜欢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会发现 钱反而是你后来会获得的一些回馈 对啊 反正重点是前面的那个那个养成很重要 对啊 所以难怪所以呃所有的职校系统 都很努力的带到处的招募很多好的讲师啊 然后可能请海外的一些讲师来给大家上课啊 然后就是做一些心灵上面的一些培养这样子 呃讲师讲课是一环 因为讲师是当时你听的时候 你说有时候有受影响 对 有时候改变 但是当一个人回到他的家里和他环境的时候 环境才是让他继续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 这样经验是企业文化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对对 组织文化企业文化 组织文化就是 企业文化是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然后第一个就是团队里面的文化 很重要 组织的团队的文化 对对文化是要一直的提升 所以做头那个要一直提升 做上面那个不一直提升的话 下面就停顿了下来 是 诶老师好像是非常严谨的人 所以老师说做了二十几年了 那现在有相当成就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还会一直在辨厕自己 每天要做很多的就是upgrade 然后去提升自己的动作吗 我是很喜欢 你能一直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感觉 那种感觉 就是发现这些东西是比较差的 就自己去自修 自己去学 自己去听 自己去看 因为我是觉得人生难得 就那几十年 啊 ok 我是觉得 能学就学的感觉 能学越多的话就越好 因为你学得越多的话 就代表你可以当的人就越多 你教的人就越多 那么 学东西是 不学东西做什么呢 我比如说你不学东西在做什么 浪费时间 我总是这样觉得 而且这件事情听起来 好像它刚好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 如果你一开始学东西 然后你就觉得 呃 提升自己还蛮不错的 然后就是因为你提升了自己 然后你就可以带好团队 对 对吧 一提升你自己的时候 你的视野也不一样 嗯 你看东西的那个角度也会相对的不一样 真的 哎 那我们现在大概就已经了解了 呃 职校的核心价值 那老师做了二十几年 呃 很想问 老师你有想过呃 这个行业 给给你最大的收获 除了非常啊 风光亮丽的 哈哈哈哈 对一些物质条件之外 呃 其实你觉得它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呃 给我最大的收获当然是 呃 这样讲呢 就是了解了 一个 事实就是 人呢 是可以被塑造的 嗯 OK 啊 只要你没有放弃那个 人的话 他是可以被塑造的 所以呢 这句话就要改了 这句话应该叫做 世界上没有蠢人 只有懒人 对 啊 这个字我们要 要要了解的就是 只有懒惰人不能 不能成功 嗯 成功 我才华语成语 情人捕捉 啊 对不对 我不管你有多差 只要你要肯情力 所以 就是再蠢 别人用一天你就用十年 对 也太长了 哈哈哈 人家用一天你用十年 也差太远了 对 所以人家用一天你用十天 啊 ok 所以这个很容易给我看到一个东西 是因为我们不看你的 呃 血液背景 是 你的家庭背景不看 所以你来的时候可能是没有读很多书 嗯 但是你在这边也是有一番的成绩 为什么 因为你肯被改 嗯 你自己也肯改 所以这个会不会就是呃 想要进入呃 直销行业的第一条件 就是你要愿意被塑造跟 对 改变 我觉得不是进入直销 我觉得一个人要在任何一个行业成功 他都愿意被塑造 嗯 他不愿意被塑造 他永远都没有机会成功 嗯 当然在 在直销行业里面成功的机会就 更快的 为什么应该是被塑啊 是是是 是是 呃 所以你进来的时候第一个东西要肯被塑造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不肯被塑造的话 就 有自己 有些很有自己的 性格啊 对 可能搞艺术的人可以这样 啊 搞艺术的人就是你说 哎我一出来就是一个 很年轻的舞蹈家 我就喜欢这样跳 你就不要怪我 那就可以 但是做这种 呃 比较是跟市场 呃接轨的一些行业 那可能他就需要呃 接收度比较大 比较大的 对吧 哎老师如果现在好像有 有几个年轻人 跑到你面前想说 跟你想说 那老师我好想做这个 直销行业的话 你第一句话就想就是 你要问你自己 为什么你要做 啊 那个为什么很重要 啊如果他跟你说 我是想赚钱呢 好 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吗 没有了就想赚钱 钱赚了为什么 因为 可以乱花 哈哈哈哈 所以我会呃 我会从他们给我的原因里面呢 从那边再问到很彻底 最跟究底的 这个底 哦哦 因为很多时候你要钱 什么叫做要钱 三千块也是钱 五千块也是钱 嗯 十千块也是钱 呃 二十千也是钱 一百千也是钱 那么多少钱才知道就 你才满意 对啊 啊而且 应该是理解他满意 呃背后 什么都去让他满意 可能有些人说 我就想 开个名车 然后呢很多女人看到我 哦帅 他可能要的是这种虚荣 嗯 年轻人可能是这种想法 所以就是 了解他背后的理由之后呢 那我就会告诉他 出了这个之后 有没有想一下 那家里的两个父母亲呢 两老 两老呢 我每次都会 我主持里面年轻人 我都会问他们这句话 但你在赚钱的过程中 第一个东西 你最想做的 就是等你的父母亲还在的时候 你还可以好好孝顺他们 对不对 所以你赚钱 最主要是给父母亲更好生活 因为你还没有结婚嘛 对不对 那么你结婚的时候 就多了一个责任 主要给孩子更好生活 老婆孩子 所以在你还没有结婚之间 一定是你父母亲嘛 偷了出来给你自己本身满足感 有一个很好的手机电话 或者是无所谓什么样的好 但是 呃 两老 就渐渐老去啊 你到底到 你活到这个时候 你给了他们 什么样的生活 嗯 对不对 还蛮惊讶的咧 就是 没想到就是 在实际行业的教育里面 呃 竟然把父母 摆在优先地位 来做说服的一个 一个对象 不是 因为是我本身 那你自己本身 是老师自己本身的教育系统吗 对 我自己本身是这样的 因为我第一天做职 做出来做工作 我这第一个问 第一个的梦想 或是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 目标 就是让我把我父母亲 环游世界啊 哦 OK 那么我就想说 在我父母亲有生之年 嗯 因为我想说 父母从我们小到大学 也在陪人们很多时间 很多精神啊 嗯 没有钱去找钱出来给我们读书 OK 辛苦去赚钱给我们读书 那之后 你读完成出来 你及时才可以 回馈他们 给他们更好的 不是说给他们驾名车 他们可以想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 你当你给到不给他们 就给他们过一些 可能不再需要忧愁的生活 对 要让他们更开心 嗯 我是觉得这个是和你应该做的 嗯 OK 真的蛮特别的啊 各位 因为这个一般上我们都很少 很少在想说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去那种什么直销大会啊 他就会告诉你说 啊你要努力的赚钱 因为你要 你想用自己的第一台名车 你要买第一栋房子 要多少 好像都跟物质有关的 啊物质是 我不觉得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会比较重要的就是 你赚到钱之后 其实到现在我告诉我 这满足自己没有罪啦 没有罪也是正常吧 正常吧 但是你要想更深 满足自己是无底栋来的 是 你要去满足 人的欲望真的无穷无尽啊 那么你要再想 再站出来看一下 有更大的东西可以做 就是你父母亲啊 好像现在我们的公司 呃是 每一年 赚到钱我们都捐出去给慈善机构啊 嗯嗯嗯嗯 那好像去年 我们就助养了一百个 呃这个 这个 基敏儿童 呃Vivision的那个 Vivision的那个 对 世界泉明会的 世界泉明会的 所以我们都在做 我一直告诉我团队的主人 穿到钱 嗯 钱是身外物 你可以得到的 车屋子 嗯 再大一辆的车 也是你一个人在驾 哈哈哈哈 这个超好的这个讲法 是啊 在你的房子你不也睡半张床 对啦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要你是要有更舒服 更更更更更更更宽大的物质 但是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吗 然后跟你生活周边 呃一起生活的所有人 其实才是关键 对 然后啊 再跨出去 你赚了钱 可不可以帮到社会 嗯 捐 要捐嘛 不失嘛 我想 我们讲你们赚到钱 现在不能讲不失 因为可能你赚的钱还看不够多 哈哈哈哈 对不对 老师太谦虚了 没有我是想告诉他们 每一个人是这样 哦他们 到你到一个境界的时候 你应该想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开始想 以后我赚钱 不只是帮我自己的 和家人 再走出去 因为我觉得 只要你这一生人 有机会赚钱 是一种福报 对 福气 所以你要把这个福 传到 不失出去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失必受更有福啊 不是每一个人有机会 可以接触到赚钱的机会 可能 好像别的国家 可能有这个机会 那么通过你的捐钱 可能就是一种 好 所以大家有没有 陆陆续续不停地在改观 不停地在刷新 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些 想法跟观念 就是连教育系统 也会首先优先考量 你身边共同生活的 尤其是把我们养大的 两老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有 教育意义了 OK 但是先讲明话 我今天不是来宣传直销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就我今天好像变成代言人的感觉 没有 我今天是跟你们一样是来理解的 但是 真的有蛮多刷新我的想法的 那但是各位 今天是名人会 我们当然是要多了解李老师 哎呀 这个名人到底是怎么过生活的呢 想要知道老师更多的 尤其是老师的学生 想要知道更多老师的 内心世界的一些想法的话呢 那就不能走开了 因为最后一道回来 我们要走进去哦 嗯 时间过得很快呢 我们回来最后一段了 马上要跟李老师去聊一下 哎 这个 钱赚的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对 因为老师现在你看到他这 他这一生哦 就是那个 无关一身轻的感觉 他就是 这里讲讲课 然后那里做做教育 然后就是自己的生意还在滚嘛 对不对 所以老师现在的生活 其实更追求的是什么 那么因为现在这个 我这个是新的直销公司 才两年多 嗯嗯嗯 可以说这两年会比这两年呢 都很忙的 哦因为在建立 建立公司嘛 所以我内部 因为我在以前没有在管理层 所以现在在管理层 就是在里面管理公司的职员啊 所以公司有120个职员啊 那外面他 这就是老板呢 为什么用管理层老师 哦老师好客气哦 哦 哈哈哈哈 就是一起工作嘛 哦 对 内部要去带领啊 嗯 我外面的传销商也要去领导啊 所以两方面都要用很多时间 所以一般上我的时间都很满 早上到晚上都是 早上到晚餐时间都是在公司里面工作啊 晚餐 晚餐还在公司吗 呃 晚餐有时在公司 有时就 见客户 见一下领袖啊 呃 大家谈一下他们遇到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有一些盲点啊 需要突破啊 需要提升啊 所以这个东西都都在 都在 每天都在做 那很多时候 呃公司成立嘛 有时候 你要 见一些外国来的朋友啊 呃 一些承包商啊 呃 因为以前老师都是为别人做嫁衣厂 然后现在就自己成立公司 然后再去谈一些好的产品 对 但我一直很想问啊 呃 直销其实是产品本身就会说话了 对不对 直销一定要找到一个产品真的是 产品一定要可以说话 不是自己会说话 就是 串了上去之后 呃 用户一定要有感觉 对 而且还是用户使用之后的用户感 是那种强烈的 想要分享的欲望的 对 不然的话 根本 你的产品跟外面产品有什么分别啊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假如讲怎样好 你穿着 哎呀不是这样而已 对 这就没有意思了吧 为什么要跟你 跟你直销 我可以大把地方买 而且直销产品是不是一般上在市场上 应该是买不到的 对 一般上是买不到 因为很多时候 呃OK 这样讲吧 因为有功效的产品嘛 是需要用人来去解释 哎 我要有人去分享 哎 假如是那个产品只是摆在 呃 厨师 或者摆在 店面 是 没有一个专人 真的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仔细吗 因为它是有功能性的产品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也有功能性的时候 你需要就是分享 所以你在分享 跟我说的时候 我要讲得出 我用过的 的感觉吗 但我今天跟你讲 这个产品有多好 那已经 我一定要跟你讲 哦 其实真的是这样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已经用过了 所以今天我跟你讲 然后最后你问我 你有没有用 哦 没有用 你会买吗 哇 你假如这样好 你都没有用 这个产品真的是可以用的嘛 嘿 像这家 哇 这边有两层东西还蛮好的 就是 首先第一是因为 能进入直销公司的产品 它本身就一定是要有 很特别的USP 对 就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一个销售 不然的话 比如说 这个洗地 洗地液好了 就是你在 supermarket买到的 跟外面买到的功能 是一样的 那我为什么要去你直销公司买 对 所以产品本身已经有一定的卖点 但是再加上 如果用人传的方法来 进行销售的话 相对就会更有说服力 对 啊 所以这两 这两重就是为什么 呃 我知道 为什么我妈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妈家里有这么多 呃的产品是 只用直销公司的 哈哈哈哈 我现在理解了 因为他常常叫我 叫我姐夫说 我要买哪个哪个东西 是因为我姐夫有在做 另外一个直销 然后就说嗯 跟他买 然后我就说 啊不就是去supermarket走过就看到 对对对 为什么要买呢 然后现在我可以理解了 哇这个还蛮棒的 但是讲明了这一节 要了解什么 了解刘老师生活 刚才讲说晚上还在公司 家里的人没吵吗 呃当然要 呃 家里的就是孩子嘛 就要跟孩子沟通 啊 我是觉得 我觉得 孩子多大了 孩子都中学了吧 蛤 然后他们 他们的呃 要跟他们 常 不是每天都沟通 但是 真的是 坐下来大家 一起的时间的时候 大家都要沟通 我觉得 换一个角度来讲 孩子要的是 父母亲是他们的榜样 欸 父母亲是不是他们的榜样 是很重要的 是的 是 只要是他看到父母亲每天都回到家里 然后就是做那一般上的生活的 嗯 那孩子会跟着这样的生活 对他们的未来 啊 有点像是你不跟他讲话 那他就不想跟你讲话了 对 所以很多时候去跟孩子的话 就有时间的话就 有很多时候是呃 weekend的时候我都是 都是周末的时候 都是会给时间给孩子啊 大家一起 一般呢 星期到星期五的话 你再来讲 孩子有孩子的忙啊 是 他也是有他的忙 而且现在到中学的 谁想念你啊 对啊 他们有他们的朋友啊 他们有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玩意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也不 也也好啊 大家都 现在好的一个东西就是 很多时候 WhatsApp都可以沟通了 真的 在某一个程度上 而且你在国外的话也可以沟通 在某一个程度上 以前不同 以前一定要打一个电话 对不对 现在几乎上 anytime anyplace 对不对 通常这个行业啊 太太也是 跟你在做同样的工作吗 还是太太是家庭主妇 没有 太太也是跟我一起 我太太也是 在公司里面 她也是其中一个 呃 拥有人 她也是其中一个股东 我太太也是 其实我跟我太太 一期间是 大家都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遇见 她带她的团队 我带她的团队 大家就遇见了 这不是竞争对手吗 当时也不是竞争对手 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 大家做大家的主持 OK 那么就大家认识了 就大家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是 我跟她都是 在直销界一起做了 接近20年了 她超过我 她还多过我一年了 对 对 所以她 这直销界的神雕侠侣 哈哈哈哈 还没有影迹 哈哈哈哈 神雕好 很厉害 这个20年都在一起 哦 在组织 所以就都有了 一定的默契在组织 所以没有所谓的 至少不 所以她更加没有资格抱怨你 大家 反正这样讲 就是大家有时候 会有意见上的不同 大家都可以 嗯 沟通来谈谈一下 因为不可能就是 她讲 一我就讲 一我就讲一 她就讲一嘛 就大家都 都在 我是觉得很好 两夫妻一起做直销 反而是更好 是 因为 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的 理念 所有的都一样 对 就大家的方向是一致 假如是两个人在不同的行业的话 很多时候 我回来 讲的东西 未必你会 未必你要想听 也未必你要明白 你会明白 那我未必也要跟你讲 因为我觉得 哎呀太烦了 工作那边对不对 是 所以如果直销的话 我的团队里面很多是 夫妻的 我就鼓励夫妻一起做 感情更好 对 OK 那这样听起来 老师的家 应该是一个 很合热融融 然后经常可以 开玩笑跟沟通的家庭 对对对 其实我跟我孩子讲话 是没有当 他们讲什么 我都 我是觉得 作为一个领导人 不管在家里好 在外面好 耳朵 要拿出来听 啊 这很重要 对 我们人有两个耳朵 一个嘴巴 所以是一定叫你听多过讲 哎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就采取 我都喜欢听 所以我孩子讲什么东西 我都会听 然后 不会说 我比你大 我吃 吃盐比你多 吃盐比你多 我可以这样 你讲 你有理由 可以接受 再不然的话 我们来一个健康的辩论好不好 嗚呼 辩论 辩论就是 你讲你的 你的 你的facts 我讲我的facts 你给我讲多几句 你就不能再顶下去 讲出去 以后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在道理上 讲不赢我 然后你现在想要 耍脾气 我就你儿子嘛 你不能疼我 这样就 这样就不可以 好 我们谈东西的时候 语气 有没有好一点呢 还是什么语气 这个全部都是 我觉得从小的时候 就很好 很好地做SPA 所以会很开心 所以孩子都应该是 当你是兄弟 就兄弟那种感觉 我希望他们 我觉得 我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 现在不是兄弟 我是觉得还在进行中吧 因为毕竟还是中学嘛 是是是 但是出去一起玩呢 什么呢 讲话什么呢 我都他们是当我 我刚讲话没有分 是没有分寸的 他也说没有分寸 哦好 是啊 但是也有没有分寸 那是有一个 有一个界限 有一个界限 对 但是就是 怎么说外国人 我们看外国人的时候 总觉得人家外国人的教育啊 就是 之所以很受我们东方人 追宠的原因 就是因为 自由 然后没有没有阶级 然后 可以交心 我想这些都是 西方的教育 但是融进东方以后 东方有东方自己的 一种特色 所以像是老师 现在讲的这种方法 就是有界限 还是有界限的 因为 中国人嘛 总是觉得说 要有分有寸 但是 另一方面 他也不会对你是 是已经 那个分寸已经到达了界限 就是说 他是爸爸呢 不能讲 所以什么话都跟你讲意思 只是你在 语气方面 在用语言方面 你用的词句方面 有些东西就 那时候有一定的界限 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你看看西方国家 他什么东西都讲 哇 有点 有点太超过了 是是是 所以 我觉得最大特色就是 不要像那种 那种老板很喜欢说 你们讲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的 我可以接受的 一开口讲完之后 就会记住你 你讲过这句话 下次就知道死了 对对对对 这种老板是最讨人厌的 然后 当然我相信 这样静下去老师肯定不是 不是这种类型的 反而就是很开明 从公司的领导 到家里面的 跟孩子的沟通 这我跟自然的沟通 都是这样 我不管你是什么智慧 我就可以跟人坐下来吃饭 喝茶 无所谓 有时间都在谈 一起 你讲 就当朋友吹水嘛 谈嘛 无所谓嘛 我最主要是要听 因为只要听才知道你的想法到哪里 OK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一般上 我们东方的老板 就是我们直接一点 就是很多人讲说 很奇纳阿伯 很奇纳阿伯 就是很中国人式的管理呢 他们以前都觉得说 我就是你长辈 我就负责给钱你的 所以你得听我的 但是如果能排除这个的话 像老师强调 我觉得刚才很重要的 就是打开耳朵 对 那时候你的职业也好 他们给的意见 可能是很好的 问题是 你听得近听不近 你听不近的话 你就真的是 损失了一个人 走饱了 走饱了 对对对 OK 大家有没有一起跟我一样 好奇 老师做了这么多年 好像去念土木工程师 但是最后也做了四年 然后最后就 都在这个行业了 那老师你从小的志愿是什么 我从小 其实小学讲期 小学讲期 是要成为历史家 历史学家吗 历史学家 哇 我读历史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读历史的时候 就很多以前的故事 的画面 很多的故事 我很喜欢 就是 之后呢就 就觉得 嗯 中学的时候 历史学家好像找不到赤 真的 怎么可能 是真的真的 这个是事实 找不到赤 找什么做什么 所以你中学的时候 就开始在自愿立定的过程里面 就开始向现实面考量了 对 就因为 环境 这个是我觉得人是这样的 从小到大 开始的时候是 你可以是天马行空想你要什么东西 慢慢长大 其实这个好像不大 那中学的时候你打算 你立志要当什么 我立志要当 也是工程师 但是 okokok 但是没有决定是那个工程师 科学家吗 因为我对科学比较有兴趣 数学比较兴趣 嗯 结果就想往那边去做 后来做各工程师 其实这个蛮好的 因为我老实说啦 因为我身边所有做职校行业做教育的 好像很少理科相关出身的人 是吗 这个行业会不会比较少理科生 你这样讲下去 我又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 对 因为这种理科生一般上 我们说理科 数理科 其实就是人的思维逻辑的基础 对啊 如果你思维逻辑基础建的好 然后你往后 不管是做教育啊做建构啊 好像都都特别有逻辑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逻辑的话 嗯 就很多时候 减少了你的想象的空间 啊 就当然 你的creativity就 这就是科学家跟哲学家之间的差别 对 哲学家是很 很很 这个就是右脑和左脑的分别 对对对对 所以很多时候 工程师比较像比较倾向左脑 是 比较逻辑 右脑的是不一样的 嗯 对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这个过程是 所以很多时候做工程师 或者做 嗯 科学家的话 就太过逻辑了 所以变成 每个东西要算得准准 啊 OK 但是 是哪一种思维比较合适在这个行业 我觉得两个都要有 成为一个人 你要有一定的逻辑 但是你也有一定的 感性 感性的思维 创意 那么你才会 当然呢 去做一个 你没有做过东西 是 没有可能同个工程师 去做做直销 这本就是一个天因之别的东西吧 嗯 所以就 各有 各的那个优缺点 大家都需要吸收 但是 我觉得好就好在 这样讲虽然没有很好 但是因为你一过了就过了 那就是 理科生是因为你在 在你中学建立你的 知识体系的时候 刚好就有了那个很理智的一面 所以如果理科生 后来接受文科 因为文科其实他 相对跟相似 所谓的社会经验 像老师现在累积这么多年 社会经验了 你的文科应该绝不比理科差吧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 好像就是现在最完美结合的一个比例 其实我希望可以更完美啦 因为不会完美啦 但你对现在目前的生活满意嘛 当然你讲满意的话 是对跟以前来比的话 是满满意 但是对自己的要求 要越来越高的时候 就觉得 嗯 满意是一个 这个时候 对 但是对明年会慢慢 除非你对自己要求更多东西 要去达到更多东西 那个才叫另外一个满意 那么一直不断的突破嘛 就是想要用自己的欲望来推动自己 成为一个动力 对 不然的话你永远觉得 你现在满足了 你满足于现况 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 嗯好吧我就停在这里了 那人就不会进步了 对 OK好吧 今天讲白的 时间很短啊 但是我觉得 重要理解几个核心观念 然后让大家至少对直销 不会再抱有那种所谓的误解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天 我学习到最大的东西应该是 呃老师是一个 呃从思想教育开始改变 所有的东西的一个人 啊不管是你的团队 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啊 或者是 呃老师做人的生活态度 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 这里搞对了 然后你 什么都会对 对 嗯 所以你的想法决定你的做法 啊 想法决定你的看法 看法决定你的做法 太棒了 这句Ending 老师帮我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OK 那再一次谢谢李学生老师 谢谢 谢谢你 那大家记得了 呃 今天改编之后呢 当然也不是说鼓励大家 全都只能做这个行业 对 那只是说 认识他 然后清楚了以后 欸给自己做一个 呃相对理智的选择 啊 因为 以前大家对他的认知 有点不理智 所以现在大家理智了 然后去 把他加入你的选项当中 去考量一下 觉得合适的话 找老师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老师新公司呢 对对 那新公司潜力很大哦 哈哈哈 好吧 那我们节目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了 下个礼拜准时 同样时间 同样频道哦 明明年会再见 拜拜